就是这部电梯 石先生为了高临了母亲装的 80岁的老太太行动不方便 但已经好几次 看护推着她搭这部电梯要下楼 外出晒太阳活动多次故障受困 这些问题弄好了 又来又停又关 说是平衡器的问题 每一次坏的东西都不一样 石先生在2020年的7月 在偷天错购置了一台 无障碍的升降电梯 保固5年 每个月固定保养检修 每次都没问题 但就在去年7月 一次社区大停电 有不断电系统的电梯 也故障导致富人受困 7月底又一次故障 8月4号再一次 每次来检修问题都不一样 说要更换零件也要等 老富人已经受困好几次 你说他坐电梯 现在会不会怕 每两三天他就 先生电梯 有没有问题啊 下去又关起来 一关半小时以上 还在保固期内 短短一个月故障四次 这频率 石先生无法接受 造成的困扰是 若我今天的 我的奶奶 她需要尽速送医 或者是有发生什么意外 那会导致说 我们家中的长者 出入不方便 电梯公司回应 屋主返国之后 总经理会带着安全检测报告 亲自上门拜访 并且致歉 对于石先生要求延长保护一年 签保证书 公司都同意 只是行动不便的长辈 坐无障碍电梯 去年逛一个月内就受困四次 难怪当事人会气得 颇往抱怨 TVBS新闻部首昌台南报道